许多人在搬新家的时候 或者在家里做装潢的时候 油漆是一定不可避免的 其中一项非常重要的装潢了 今天我们非常荣幸请到Sindy 来到我们节目现场 和我们一起谈一谈 她做油漆回收做了多久 Sindy你好 你好 请问一下你是做什么样的行业的呢 我们是做冷气的 做冷气的 但是我们有很多 我先生也是在家里油漆还是挽机油 所以我们都旧的不要东西 我们都要玩饱的 都要来个地方 你附近什么地都有的 叫他们油漆店 还是买自由的店 就免费收的 所以其实你先生是做冷气的 可是因为冷气里面可能会有 肌油或者是在自己家做装潢的时候 可能会有油漆 所以你会做油漆跟肌油的回收 那你做这样油漆跟肌油的回收 做了多久了呢 很久了 我们几十年了 做了几十年了 对 我们来美国三十多年 我们做冷气这个也是做了三十二年了 所以你做了三十几年的环保大使 很快耶 对啊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东西不能乱烟的 要么是有毒的 对 其实肌油是跟油漆一样是有毒的 对对对对 它的毒性到底在哪里呢 可能我先说说可以癌症什么都对 味道很难的 所以我们不能乱烟 我们都在放在一个地方封起来 这个定义的力量就回收 OK 每个区都有的 其实 所以其实在加州大部分的区都有的 对 对不对 如果要做回收这个动作的话呢 就像Sindy你刚刚讲的 我们是先要把油漆把它先装好 对 然后是封好 要用胶带把它封好吗 要封好 一定要封好 OK 现在要用胶带把它先封好 然后再放到车里面 然后再载到指定的地方去回收 每个市场都有的 每个市场都有的 那其实你是怎么发现到 大家都有在回收这个油漆呢 因为我们做这行 很多同事都告诉我们 我说问他说 你们附近都有了 结果我去问 我们住在Lonan High吗 在Kolima这边 跟Logas这边有一个回收的站 我们叫去 我问问他 你是不是可以回收 他是可以可以 我们就马上拿出去 所以几十年来都是这样的 所以几十年来 你都知道在 你说在Logas跟Kolima那边 其实有一个油漆的回收站 对 所以你就是把你的油漆都封好 之后就拿到那个油站 到那个油漆店里面去做回收就可以了 其实动作非常简单 很简单 他免费的不用收钱的 所以你只是很单纯 就是把这个东西 就像准备一样 就是准备到油漆店里面 放在他们这 友人出来帮你拿走就可以了 就可以了 对 那你身边的朋友是不是都在做这样的事情呢 做油漆回收跟鸡油回收的事情 因为我身边的朋友都去问我 他有时候要交给我 我帮他带 要不然他们不懂 因为他们也不会做这个的 那我们懂 我们有时候帮客人 有油漆 什么都有这个问题 所以其实要让大家 又或是让更多人知道 其实油漆可以回收 而且回收的方式是非常简单 这个也是很重要的 对不对 对 今天我们就要非常谢谢Cindy 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我们其实跟我们讲了 其实油漆回收这个事情 是很简单的动作 只要把油漆包装好 包装好了之后 然后再带到附近的油漆店里面 做回收 如果你需要知道 你附近的油漆店 哪里可以做回收的话 请到我们这个网址